我們將這個基層架 架設上這個零行網 讓這個倉庫變成獨立的空間 獨立的空間 一些管制的貨品就可以 放在裡面 當然如果不是管制的話 它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避免你的料瓶從這個地方掉出來 從這個貨架的旁邊掉出來 好 我們看到這是地面 地面第一層 第一層呢 我們用這個木板釘製的輪子 釘製的輪子 然後放上這個籃子 可以置放我們的料瓶 因為在下方在取貨上面呢 如果沒有拉出來 會在取料上面 會不方便 好 所以我們用設置這樣的模式 這是地面一層 然後接下來第二層 第二層我們就可以放 你可以用塑膠欄的方式 好 或是把物品排列整齊 好 好 這是第二層 好 這是我們設置的第三層 好 好 但這個層高基本上是可以調整的 依照我們的需求 我們在設置的時候 就可以做調整 當然設置之後呢 再調整是可以的 呃 會是比較麻煩一點 這是地面地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好 那接下來這一層呢 就是幾層面 好 等一下會讓各位上去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從這個 從外面的 角度去看 好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然後 這是第四層 這是人員可以左動的 層板 好 上去 這 上去 還有一層 兩層 那這個空間呢 好 你這個 從這個地方呢 到這個地方 總共 前面這 一二三 這三個貨架呢 是四尺的 所以四尺的三台呢 就三米六了 從這裡到 這裡是三米六 然後從 這一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六尺 好 所以三米六呢 加上 一米八 所以這 總長度呢 是 五米四 好 五米四的長度 然後鏡頭 拉遠一點 好 這樣到這個地方是五米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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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像 在架設這個基層的時候呢 靠 墻邊的話 深度 深度一般用一個貨架的深度 好 那像 看到這個深度 目前看到這個深度呢 目前看到這個深度呢 是兩尺的 60公分 好 60公分 那接下來 就是這個走道 好 這個走道的寬度呢 90公分 90公分 設置這個走道的寬度 會限到你放置的物品 的大小 放置物品越大的時候 你的走道要越大 但是當你放置的物品 比較小的時候 走道 當然就可以設置到比較小 好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 接下來走道 因為 接下來這邊會有走道 這裡有一個走道 好 所以呢 這就會用兩個貨架下去併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取貨 取這一邊的話 是靠這一個走道 那取 取這一邊的話 就靠這一個走道 好 就可以靠這個走道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 裡面 設置的 好 推車 我們這裡面 因為 會有很多客人需求的輪子 好 我們放置在這個 塑膠欄上面 好 這是 螺絲 推進去 好 好 好 那第二層 我們可以一樣 好 放置這個東西 好 好 這是 輪子 一樣也是輪子 那下方呢 一樣 是推車 好 方便使用 好 所以這樣整體的話 讓我們在取貨上面 就變得 非常簡單 好 好 從這走道出來 好 那我們到另外一面的話 我們旁邊呢 一樣呢 一樣 加設菱形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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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走梯 這個樓梯 好 好 就是會有個 很快速的 只是用這個免螺絲腳按鍵就可以設置這個樓梯 好 那樓梯的 好 它深度 我們一個腳掌 我們一個腳掌 好 樓梯的高度呢 高度 我們這大概設置起來是 快25公分的 快25公分的 這樓梯的每一階 每一階 高度25公分 是有一點高啦 但是 你如果 樓梯 樓梯 要設計 坡度 比較平緩的話 那樓梯所佔用的 長度 可能你如果設置坡度比較 比較緩的 那樓梯的空間有可能需要設置到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們的場地都會有所限制 好 所以我們這個 樓梯算是 中上了 有一點比較 稍微比較陡一點 好 我們走上這個樓梯 好 樓梯上來 我們接下來會從這邊轉進去 這需要設置一個平台 設置一個平台 可以讓我們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進去 好 上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轉到 這個地方 那 這個 我們現在視線的高度 剛好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那 其實這柱子呢 是從下面 從下面 開始轉到上面來 這柱子的高度總共是3米6 也就是12尺 好 那下方的高度呢 是2米 所以上層 這個高度呢 1米 160公分 好 像中間這個地方 我們把整個腳缸 好 一樣再加一層 加層上去 好 順便介紹 這是我們 的那個 把手 腳缸的把手 一體式的 好 這個 在控制這個腳缸車上面比較方便 好 好 這是 第二層 好 我們走到這個走道 所以這邊呢 側邊就是一層 就是一排而已 但是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會有兩排 好 這邊一排 然後那邊一排 然後走到 這個外面來 我們看下去 好 看下去 讓你們看一下公司的情況 好 這是我們的展示區 好 這是第一條走道 好 那這一個地方呢 就是 我們講的 兩排 會就要併起來 好 兩排會就要併起來 好 然後接下來這邊 是走道 好 走到進來 這個 就是 90公分 走起來還算不錯 就是 比較輕鬆 比較不會那麼緊迫的感覺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設置的這個網子 所以我們的物品呢 才不會有掉落的危險 好 也許下次呢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 再做一層上去 再做一層上去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比較粗的這個 重型的料架 我們可以把它設置成 三層 好 應該是 看起來是 滿有必要的 因為 這邊的空間已經 已經 非常不足 好 好 那我們再從這個上方呢 走到下面去 走到一樓 好 好 好 就是 這個 因為 一上來的時候 不會覺得好像很抖 但是下去的時候 你會把他腳好像很大失意 表示 有點抖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到上面呢 好 去看他的 從另外一個地方看整個基層的全貌 好 這是我們另外的 搭的格樓 這格樓的高度 它是4米 好 一樣是 置放我們的物品 好 我們到這個 看台區 這是整個 基層的全貌 這是第 第一排 第二 第三 第四 好 我這前面有一些東西擋住了 還蠻適合可以做成迷宮的形式 看一下側邊 側邊那綠色 綠色的部分就是 鐵網 那這腳缸 目前呢 顏色有黑色灰色白色鍍心 好 這個基層呢 如果你用我們現有的料的話 一天就可以完成了 整個這個貨架呢 在一天就可以完成 好 好 所以呢 它設置呢 其實算是 蠻快速的 好 可以解決 我們在 收納貨品上面 遇到空間不足 一個解決的方案 另外這是 展獸區 你會看到 各式各樣的 腳鋼匠 另外給各位看一下另外一邊的話 這是我們的倉庫 好 這是倉庫裡面 好 料瓶 就是反財區 好 這是 腳鋼 是另外邊的倉庫 第二是不鏽鋼的 國家 一些 五金的掛鉤 主力的零件盒 在這個地上 好 今天呢 就介紹這個 各位 然後 來看一下 這裡的其他的 圖案 好 各位 如果對這個貨車有興趣的話 特別需要詢問的話 可以來電 我們在台中 那服務當然全省都有服務 好 來電 零四二五三六一九二八 好 這邊會有各自各樣 掉一架的 彈車的 好 工作桌 然後有門的櫃子 好 分隔架 分隔架 好 好 另外有這個 五孔的 這是固定位置的 固定位置的 那 分隔架 分隔架 又有這個客製化的 客製化的多格櫃 這是 焊結成型的 好 看一下全貌 還有這個 鋁梯 好 好 好 山褲龍 加上核子 山褲龍 好 好 不鏽鋼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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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 沖口將 好 好 最後 再詢問的話 可以加入 公司的 賣 好 公司賣的ID 是 看一下 公司賣的ID 是 小老鼠 K888 歡迎加入 詢問 好 好 最後一個產品呢 就是這個 多格櫃 多格櫃 好 可以看到這是多格櫃 好 好 好 多格櫃 好 好 在分 分料上面 這是獨立獨立一個的 好 這樣整個 一個是獨立的一個櫃子 好 獨立的櫃子 好 獨立的櫃子 那你更容易去變化收納 當然有一些是獨立的 好 好 餐廳用的 黑色 五金的櫃子 好 好 不同的荷種 好 這黑色的 好 謝謝